我妈买了五张 不太知道 反正它就是跟风买 你买00940了吗 这国ETF之乱 募资五天划下据点 讨论热潮仍旧余波荡漾 有点想要all in的 虽然还有风险 就是冲吧 3月11开放申购五天 募资破千亿 创下台股ETF募资记录 但00940到底为何这么夯 有一个很奇怪 为什么长荣在里面是不是 分析前五大成分股 包含长荣占比高达9.2% 联电占比3.3% 还有中美金 神机以及汉糖 有高达75.9% 都是电子产业 在正式挂牌之前 透过前五个交易日 平均进场的策略 来建立持股 依照每一档成分股的权重 那都等于是按照 既定的比例去做操作 其实ETF属于买进 一篮子股票的概念 00940追踪的台湾价值高息指数 还纳入股神巴菲特投资指标 用低价买高价值公司 作为选股的方式 换句话说 00940实现了让小资族 或是投资小白用一万块 就能买潜力型公司的梦想 只是009404月1号 才要挂牌上市 现在却已经出现了 万人加入的自救会 卖的时候是十块钱嘛 但是他会破八啊 那上市之后看他的 涨幅再决定就好啦 数多必有枯枝啦 人多呢必有无枝 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呢 所谓的股市新手小白 股市的老手都知道 本来就没有呢 保证的获利率 毕竟就怕弹塔效应 热度降温一起上去 一起下来 想要月月领导佩席 前提也要顺利填席 才能有去有回 欢迎新闻吴志恒 刘北遥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